台日跨国何拍? 陈宇杰款待精神肖弩差异 今年香港电影节开幕片盛行款待,由台日跨国合作,及激劲歇业的日本传统温泉旅馆,创起台日两代的情谊与观念差距 曾一叫偷货金麻将最佳短片的陈宇杰因具跨文化背景,以及台日两地工作经验,在盛行款待终身兼导演、编剧、摄影、剑辑,并以制片身份募资,组班底 全片超过八成在日本拍摄,面对从语言到工作环境的差异,陈宇杰坦言,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以电影里盛行款待的精神,将心比心